車輛停等紅燈準備左轉 下秒後方一輛轎車卻高速 即時而來完全沒有煞車 橫衝直撞 下秒碰一聲轟然巨響 夢撞前車 白色轎車瞬間被撞到往前噴飛 原地旋轉90度甩尾 害波及前方車輛 三車慘壯一團 警消趕到現場 經濟救援 三車連環撞車體被撞到 咪咪貓貓支離破碎 肇事轎車還在冒煙 車頭面目圈飛 駕駛呢 還一度卡在車內 趕快救人 手踏車拉著 招式駕駛 表情痛苦被扛到一旁 但白色轎車也很慘 屁股整個爛掉 乘客卡在車內動彈不得 先不要動 好不容易才將受困的女子 給救出救護人員逗場 趕緊把聚集在路旁的傷者 抬上單架 禁機送衣 我就聽到那個撞擊聲很大 一說就趕快跑下來 然後當時 就是有三台車子都撞在一起 這台黑色的車子還在冒煙 那就趕快把那個手踏車拉起來 讓車子不要再滑動 本事故造成三名駕駛 兩名乘客身體差錯傷 假使就測止均為0 究竟什麼原因失控 追撞警方要調查理清 記者您是岡陽7號 黃玉蘭新北市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